大家好,我是小胖,这次回苏州待这么久,一直忙一些事情 为了让我们自己品牌更正规化,我在抖音开通了一个旗舰店 今天终于成功了 大胖和小胖抖音速食旗舰店 后期我也会培养一些自己的主播 然后打造一个直播间 让我的主播每天轮流去做直播去 以心加替成啊 不能说得白帮我不远啊 然后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想法 但是有这个想法呢,得敢于去尝试 我也想把自己的品牌越做越好 让更多人知道朝鲜族美食 下一步呢,我就打算和我姐夫去一趟云南 做他们其中的一个产品 花末玉米 因为那边玉米一年四季都有过 比较新鲜 小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马上得交正眼 这姐夫比她远了,多向你学习 哎呦,我这不算啥 我这边事情都忙完了 你看咱俩啥时候去云南 咱俩先去趟重庆 为啥? 因为我有朋友在那开火锅里锁店嘛 你之前让我看看 说口味特别好啊 我还想让我头点 你说正好带你去重庆和云南还近 咱俩正好从那儿去吧 那待几天呢? 两三天就行 那行 那看看时间不需要冰票,明天走呗 我也正好尝尝重庆和火锅 你去过吗之前? 是,跑大车的时候 然后晚上你想吃点啥? 晚上我请客 我请你吃点啥? 我在这儿待这么多长时间了 我就请你跟我姐吃点好的行吗? 行,你吃点啥 咱们不能抢上买单了 那晚上吃点,吃点啥 就一会儿问你姐 行 好久没吃了 上次帝没来过也吃了吗? 嗯,我媳妇说好吃 在我姐来吃来了 冷锅串 傅小姐在成都 这属于成都菜呀 这屋里凉味啊 这屋里比较凉快,别人比较凉快 媳妇吃啥,媳妇点啊 今天小舅就要尝尝 上小店把他吃一个 这还小店啊 这我都包了 你看见没 嘿嘿嘿 我来个小两盆 吃点好的呀 这么多菜呢 我妈你吃吗 行,吃吧 都尝尝 你们吃啊 你得尝尝啊 这个也挺好吃 红糖丝吧 绝也好吃 点辣 嗯 等我 明天都不听 你俩看着点吧 随便点 谁又请啊 都好好点 我去吃 我不就慎重一点点 那慎重点 那你请我就想再点 哈哈哈 行 你不吃啊 来这块吃啥 算了 就那玩意 我不吃 别客气 夸夸点就行 不浪费就行 那也不行 十个十个点 那不行 明天我俩上重庆了 喝的你不点点啥姐 点的 你喝啥 我说姜豆宝 你就点这俩菜啊姐 酷呀 能够吃吗 能够吃吗 你知道我俩能够重庆吗 嗯 因为我俩吃这个 嗯 我姐不吃不着吗 你给你吃一个这个 哈哈哈 你多吃点啊 回来我们打包 再给你点 这看着挺有食欲的 是吧 挖挖掉 多吃点啊 今天别客气 嗯 小碗被大食欲顿 好的 咱会点不好意思 让他平时 哎呦啥呀 都不好意思 我没觉得 哈哈哈 拿我当外人了那就 我没觉得 你不管了啊 你这来的是客啊 我尝尝这个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吃 哇 嗯 你喜欢吃的吗 嗯 你之前没吃过吗 吃过像自然你们带我吃 不是不是 我之前 之前没有 这你刚说我的更好吃 嗯 是吧 你去四川吃这种 挖类的控制 为什么用挖火锅 以麻辣为主的地方 不是 你一下飞机就能闻到 我之前还要乘过 姐夫这次去没准人说 从那个火锅店呢 到那块还能尝一堆人 对 对 对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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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没准就实现火锅自由了 当老板娘了 等你们在重庆干好了火锅店 没准我在韩国也干一个呢 到那边这样还真行 嗯 那边自助火锅比较多 还得捞可贵了 那地方 咱不知道这种麻辣口味 他们能适合吗 可以的 可以 愿意吃麻辣烫在那边也非常苦 那吃 哎呀 这麻辣口味吃太过瘾了 嗯 嘲嘲的是味道 又上菜了 吵蘑菇 云南也有蘑菇姐夫 云南这个季节特产蘑菇 嗯 哎呀太这样 各式各样 等我去云南也尝一尝 中国最多的蘑菇 品种最多 对吗 尝尝蘑菇 蘑菇丑着也挺好吃 外肚里呢 多吃点盐 我回来吃辣的好吃 吃辣的好吃 特别嫩吃辣的肉好吃 喝多茶 特别嫩吃 还喜欢炸的蘑菇 我看女生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感觉 是吧 鸿尼这次看视频都得馋呢 不单单他馋呢 视频看视频人都得馋 这就吃不动了姐 继续啊 还剩这么多呢 给你这么多咋咋咋 你俩现在是可以多吃 我去也要是你去吃 快处理 我俩到重庆的时候还得猛猛吃 哈哈哈 你这个吃辣去不但适合去 我买汉了 我买汉了 你等下费了 我昨天打钱费了 我弄好了 谢谢 还是有 吃辣的 吃牙溜溜 就上两串了姐夫 到了一人一个得了 行吗 行别浪费 我姐夫领我们上这来 他没吃多少 吃好了姐夫 吃饱了 吃饱了 我拿酸肠去啊 别给我想 别给我给你熬一下 那你去吧 我不给你尝了啊 酸肠 都没落馅 你别说话说出来 这个样子哪儿啊 嗯 在这块咱们 我老子们戳上 咱们董回来老乡 多呀 咱俩 董回来老乡 都吃完了 走吧 谢谢 吃的饱饱 我得谢谢你俩 好吧 走吧 好了 太飞了 你们俩 我们儿子 这个儿子 你还想不理 我